好 谢谢今天为了带给我们科文者阵营的最新消息 继续带你来看到的是全球拥有400多万信众的佛教密宗大师 连身活佛卢盛宴 他来今天清晨6点钟的时候翻抵国门了 而回国之后呢 他将扩大执办摇池金母护摩大法会 为全民消灾解孕 并且呢为国家祈福 而他也针对台湾的黑心油事件 以及年底的选战表达了看法 佛教密宗大师连身活佛卢盛宴 清晨6点从美国西雅图搭机抵达台湾 数百位信众举着红布条热情迎接 对于台湾发生的大小事 他都很关心 食安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而且这个黑心油我自己也吃了不少 所有的生意人的良知的问题 必须要在教育的环节上给它改善 针对年底的选举 连身活佛也表达他的看法 他说自己曾经预测 今年台湾经济政治将会非常不安稳 果然年初有太阳花学运 食安世界也一再发生 借着这几次的护魔 能够把这个台湾 更加这个 还非常的祥和跟平静 心疼这片土地 连身活佛返台后将扩大举办法会 为台湾祈福 民事新闻周炳于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